战国末年,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天下,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。 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,在秦朝的大一统下,有一个小国还独立存在,此国便是魏国。 提起这个国家,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,在历史上几乎也没什么存在感。 为什么大的诸侯国都被秦朝灭亡了,这个小国却能苟活呢? 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揭露一下背后的真相。 魏国是周朝的诸侯国,首都为昭歌,首任君主是周文王嫡九子康书峰。 周公在平定殷商救足的叛乱后, 八字算命书,雅成八字命令,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。 向大家推荐一位,研究八字命令,二十余年的道长。 擅长八字算命,居家风水护局,灵福法事,道长微信,2088-2988。 人鸡脚为卫居,将他迁到野王。 从此,魏国又成了秦国的附庸。 等秦始皇宫灭六国,统一天下后,并没有顺手把魏国给取消, 反而继续任其保持独立性,这是为何?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。 首先,魏国是秦国的附庸,与秦关系良好,没必要。 秦国攻灭六国劳心劳力,但要灭魏国就是弹指一挥间的事。 如今天下方定,秦始皇需要一个榜样做表率, 而对秦忠心耿耿的魏国便是这个榜样的最佳人选。 有这么一个特殊存在,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六国百姓的富国之情。 其次,魏国早已名存实亡,灭不灭都无关紧要。 早在公元前254年,魏国被魏国吞并后,魏国就没有了自主权, 能在乱世中活下去,完全是靠别国君主的怜悯和施舍。 魏立魏元君为魏国君王时,他就不再是诸侯, 他的封地也不能再称为国。 所以在秦始皇眼中,这个魏国君主还没他大秦的一个县令权力大,不足为惧。 最后为了秦始皇自己的美名,秦始皇为了统一天下, 又是焚书坑儒,又是实行科政,所以导致天怒人怨。 但秦始皇并不想这样,恰巧魏国以君子居多, 有他们替自己宣扬,何仇天下人不知秦始皇的功绩。 因此,在秦始皇统治时期,魏国始终艰难地存活着。 秦始皇死后,二世皇帝胡亥将魏君缴费为了数人,魏国也从此灭亡。 秦始皇上。